裁判率最近日理的激化 中美两国作为大国 都会有自己民族尊严的 这是最危险的均补 河野 我觉得首先是两国人应对 涉及共同利益的全属地区 这两个地方的合作 第二点就是京王 这个京王美国人多少 我们主要是中美脱钩 脱不了 还脱不起 第三点就是防守 就是安全危机 中美两国和大国 爆发全面经济冲突的对两国和全世界 又是灾难 客观上的 中美两国之间的必须 在危机组合我们进入工作 2002年最大的就选择什么 美国全面发展的台湾是官方的 但是它全国自身的改变 我们说东西国家 跟中国发展的台湾是官方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除了他们一看就做 台海这个矛盾 这个 或者叫升温 这是没问题 但是走向冲突 我认为不会的 一个地区你说你国家独立 你什么意思 这个最 国际上来讲 国际法来讲 但大家得承认你啊 你现在台湾独立 有几个国家能承认你 美国都不会承认你 但是明天有一个点是 必须发生的 力量发生的 就是意识形象 意识形象的 这个村庄呢 是明年在美国和中国的 两千大事的 被丢下 一个就是美国的中企选 一个是中国的二十二大 中国二十二大 是决定了我们 经过 五年 十年 甚至三十年的方向 所以 美国是高度重视 我觉得新贸关系肯定还是会维持 非常稳定的状态 客观说就是美国其实有很大的需要 就是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 美国态势没变 而且变本加厉 我们的态势呢 好像也没变 所以 可以预料 中美关系 将进一步 总的来说 往下波动 中美关系呢 是紧张不妥博 这个改善不对峙的地形 麦能分子 对华政策的 这个对华竞争 打压 从而止 仍然是主要的一种 所以对这一点呢 我们要有 中美关系的 中美关系的 最大的问题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今天 中美关系的 今天的美国政界 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建议和中国的战略竞争 美国大全是从 自以为的思维方式 有可能真的是把 美国的中国政策 不断的推向 这种战略敌人 方式来竞争的这个程度 这是我今天最擔心的 我们必须观看 我们也必须有效